孩子们今天上学 最后一天 然后今天就放假了 给他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他们喜欢珍珍奶茶 他们下车给他们喝 庆祝一下 另外我搞了一个外套 穿穿不是浇的一个外套吗 然后我们马上准备坐飞机 我给他搞了一个 就是因为飞机上和机场经常很冷 对对对 飞机上非常冷 需要给他们准备就是可以包暖的 然后这个裤子 这是二手店买的 但是感觉全新 然后你知道我买的多少钱吗 多少钱 我买这个7块5 这个2块5 然后我去付钱的时候 我发现我有rewards 有很多货眼 然后我可以扣10块钱 这个总共我花了1块 1块钱买了两件衣服 挺好的 他们这样坐飞机穿着比较舒服 对吧 毕竟是长途飞机 今天是孩子们最后一天上学 然后今天就正式放暑假了 我们已经买好机票了 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 我们就要回国了 所以最近这几天 rebecca也在给孩子们准备一些回国的衣服 在飞机上长途旅行的一些小玩具 因为孩子们长途旅行 是一个 所以无聊 烦躁 太累 我们尽量的让他们的旅行变得有趣一点 对 就是小东西 比如说画画本啊 一些收集一下家里的东西准备带过去 好了 马上孩子们就回家了 然后我们就要正式进入暑假了 是不是 对 然后在接下来这几天 回国这几天 我们还需要忙着打包一些东西 做一些回国的准备 然后再抽空看看老老爷 我们回国之前 赵亚安 张欣元还有一场舞蹈表演 然后舞蹈表演结束以后 我们就要踏上回国的路程了 激动不激动 激动 三年没回去了是不是 对 我也很期待带着孩子们回去 放假了 什么感觉 哇 俺的小伯伯什么 小伯伯什么表情 小伯伯 放假了开心不开心 我看一下 哇塞 这袋子都是啥呀是 哎呀 老大 不开心了老大 我拿了手机 我拿了手机 我拿了这些手机 我不知道这些是 哦 一个小小的东西 我拿了两个东西 我拿了两个东西 我拿了三个东西 我拿了一个东西 我拿了一个东西 好可爱 哇 我喜欢这 让我看看 好可爱 我的最爱的东西是吃的 是我的汉堡 小伯伯和团子 是 小伯伯和团子 我很好吃 跳舞 这是一个芭蕾舞 哦 OK 最爱的东西是 她的家人 她姐姐和弟弟和巴黎 没有我们 没有我们 没有位置 什么是爹地和妈咪 你吃一点 哇 哇 这老是给你的 X 真好 看妈妈给你买了什么东西 谢谢,我会保留在我的手机里 谢谢 宝贝们,放假了,什么感觉? 两个月? 我不认识 你看那小羊羊 愁容满面的,很开心放假的 妈妈也给孩子们准备了点小的礼物 关于夏天的 小羊羊的是眼镜,游泳眼镜 雅恩的是什么?你的是什么? 放在水里玩的东西是吧? 然后我刚去接他们,我收到Everly老师发来的信息 你看,officially first graders 然后我也想哭 因为在美国他们放暑假的时候就上一年级了 哦,放手下去 等于一年级的小学生进来 哈哈哈哈 她现在已经等不及开始过了,夏天了 我们去珠海也有海啊,宝贝 爸爸带你们去珠海的沙滩 在下Rebecca要带着我们的狗狗去见见 我们离开期间照顾她的人 因为我们要回国一个月嘛 所以我们最近也一直在给狗狗在找 帮我们照看一个月的人 然后我们的邻居给我们介绍了一个 她经常有事的时候把狗狗放到那边去照顾的一个女士 然后Rebecca想今天带着狗狗去见见面 感觉感觉合适不合适 我们邻居对这个女的评价挺好的 她很爱狗狗,然后是专门做这个的 就是她们在家里面,然后接几个狗狗 Rebecca感觉挺不错的,毕竟是我们邻居推荐的 所以她今天下午去,她这会儿去过去看看 等Rebecca回来看看怎么样 妈妈这会儿带狗狗回来了 怎么样老婆? 可以,这个阿姨很好 是个阿姨是吗? 是一个,对,一个阿姨 很爱她,然后她的家,环境各方面都非常好 她会有其他的狗,然后她今天和两个其他的狗玩的可以 就一下子非常害怕,但是她应该对她很好 那肯定啦,她没有玩其他的狗狗的 她的环境,她的房子和她的院子都非常好,很干净 她也没有孩子,她就专门一直带很多狗 甚至有人把她当他们狗狗的daycare 然后他们上班什么都没有在家 可以送她的狗去,还有regular 就平常照顾的宝宝 然后她是那个,很爱她 她也有一只狗,然后她的狗也是她的孩子 所以你找一个和你一样爱自己的狗 你就知道她很会照 因为我们要离开一个月嘛 首先我们是找让我们的家里去看 结果没有找到合适的 这个时间有一点久 一个月的时间是有点久 老老也根本不行,因为Buckley力量太大了 可以把他们给拽,害怕摔倒 对其他的家人来说 对他们来说其实也是个大了 我们后边想想可能找一个人带比较好一点 妈妈今天下午走的时候 我和程程信员 我们一直在这,一直在玩玩球 然后有办法回来了 也想陪孩子们玩一会 Buckley刚回来也非常的开心 我这会儿去拿披萨 孩子们放假第一天 我们准备吃披萨 上一次吃披萨又隔了一段时间了 刚才打电话平时15分钟就好了 但是今天因为学生放假第一天 然后要等40分钟才能拿到披萨 他们说今天生意是最忙的一天 因为学生第一天放假 大家都点披萨在家来吃啊 看看电影啊之类的 庆祝一下 好了,我们去拿披萨 平时我出去买个东西啊 程程喜欢跟着我出去 两个姐姐不是那么喜欢 喜欢在家陪妈妈 我说,在中国有迪士尼国 在中国? 我要去中国 你要去中国? 我要去迪士尼国 好了,我们到了这个披萨店了 哇塞 第一次看到披萨店排长队 在美国孩子放假 父母上班的话 孩子们可能要去after school 爷爷奶奶如果退休的话 他们也会负责照看 也不是说 自己的长辈爷爷奶奶不会照看 如果有条件的话 他们身体还允许的话 尤其是暑假的时候 孩子放假了,大人还要正常上班 一般情况下 爷爷奶奶我还是愿意照看的 我平时看,比方说送孩子去跳舞啊 比方说下午,你像美国的下午小学2点多都放学了 我看很多爷爷奶奶老年人去接他们的孙子孙女 其实也是的 但是你要说整天去照看 是很少的这个现象 就老老爷爷的身体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们基本上没有让老老爷帮我们看过孩子 反正每个家庭不一样吧 这就是这边的情况吧 反正暑假的时候作为父母来说肯定是更累的 看一下,我后面也是排长队 前面也是长队 好了,这下终于轮到我了 披萨拿到了,这会儿准备回家咯 爹,是我的袋子里有鸡肉吗? 是的,我买了鸡肉的鸡肉 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鸡肉的鸡肉 我想尝尝 点的是气色菠萝的 还有孩子们喜欢吃的意大利香肠的 好了,我们吃饭了 我去拿披萨的时候排长队 这是第一次我见 很多人 很多人点披萨 今天因为放学了 所有的学校 放在家 因为家长可以清除一下 有块的以后就是家庭 这几小家庭 偶尔吃一支披萨我觉得挺好吃的 鸡块吃的挺好吃的 你们可以吃点鸡块宝贝 我点的是7K5尹 他给我搞错了 没关系 这个也挺好吃的 快 这很好吃 你还不吃的? 他们觉得好多 他们有点妈不过来 你不要看平时晚上不怎么吃饭 今天有披萨也可以例外 吃一下是不是 暑假期待回国吗? 不期待 我们离开的时候 第一个生日我们会离开 那你期不期待见国内 见奶奶见伯伯 见嘟嘟姐姐 姑姑婶婶 你期不期待 张庆元你呢 她听得懂 她会突然到美国 有模式 到美国会英文模式 到中国会中文模式 那我们就期待小魏 到中国给奶奶说中文 好不好 我还有朋友 重学生有朋友 她说她只看我们的视频 因为她不懂 可是她看Vivi 就会懂发生什么 因为Vivi一直在说 如果我去中国 奶奶会说 我太大了 我认为你正确 对 他说 我认为我去中国 奶奶会说 我太大了 我认为 你现在太大了 奶奶称我 她一直觉得 她奶奶喊她 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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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用老家话 喊你娃子 你以为是 普通话的 娃子 是不是 你吃好了吗 娃子 你看 妈妈也会看你娃子 好了 我们吃完饭 Rebeca也给孩子们放睡了 接下来这几天 我们再准备准备 要回国了 我们大概自六月初回去 然后七月初回来 一个月的时间 很期待 我们转眼间 也来美国三年的时间了 三年前的六月份 记着 小晨晨还不会走路呢 是吧 在机场拍照片的时候 他们三个人站在一起 她还要靠在墙上 对 坐在地上 然后三年真的 觉得变化很大 晨晨已经 真的像一个小男子汉一样 然后 威威 威威也变化很大 然后 非常的 性格非常开朗 然后 非常的聪明 然后老大变得很大了 变得更懂事了 所以是来美国的这三年 每年到这个时候 我都会考虑 除了我们买房子那一年 我都有考虑过 要不要回国 但是我感觉 今年可能 是时候 带着 Rebekah和孩子们 回去看看了 尤其是去年冬天 然后 本来奶奶和姑姑一起来 结果奶奶也没来 奶奶也三年 没见孩子们了 反正很期待吧 很期待 今年夏天 一个月的时间 能够带着孩子们 去 去 见见家人 去我们的老家 然后去郑州 然后去我们生活的广东中山 我们曾经生活的地方去看看 然后再趁着这个时间 带着孩子们 去国内玩一下 吃点好吃的 我今天吃披萨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 哎呀 我们再坚持几天 回国内就有了 各种各样的好吃的中餐了 很多人好奇 我们今年 回去回国 路费贵不贵 其实无论是暑假 还是淡季 其实机票 都不是那么便宜 一我们是小城市 我们不是洛杉矶 不是纽约大城市 你要是洛杉矶或纽约的话 机票会便宜一点 只有很多的飞机嘛 我们还在转机 然后我们这一次是从那时又飞 一个人的话 平下来我们五个人 因为小城镇也两岁以上了 三岁多了 我们一个人大概两千美金左右吧 我们这个机票 只有飞机只有one stop 然后全程就二十来个小时 尤其是带三个孩子 转几次飞机 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先 对 过夜停几天 真的 太麻烦了 我们这个价格当中 我们能找到最好的 最好的飞机票了 再便宜两百块钱 那可能我们要飞到加拿大了 在加拿大要转两次机 过夜 要过夜 所以就没必要了 我去年回去了 其实我还是更想着 更想着让Rebecca孩子们再回去看看 尤其是孩子 因为尤其小城镇 我最近在看电视的时候 在看中国的一些电视剧 或新闻的时候 城镇经常听到中文很好奇的凑过来说 爸爸 这是中国吗 他已经几个月出来 已经很模糊了 我感觉三年时间是时候带他们回去了 反正回去的时候还有一点就是 我也有些工作 有些商务的机会 我觉得我们旅行回国 也可以给大家分享更多的视频吧 很期待我们接下来 这一个月 带着孩子们去国内体验 国内的生活 去见国内的家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吧 下期见 拜拜